那間奇緣它很真的是 超級好吃 然後我第一個想介紹的是大阪燒 別家大阪燒我不敢講 這一間非常的好吃 第三個我要介紹的是 章魚小丸子 還有綠豆沙 綠豆沙會不會今天很多人啊 沒關係 反正我們就是慢慢來帶給他們看 就這樣 嗨大家好 我是體體 我是羊 然後我們現在在那個瑞北路 跟永峰路的交叉口的夜市 這是禮拜三跟禮拜六才有的 為什麼會來這個夜市 這個夜市呢 是羊以前他們家在這裡擺攤的夜市 對我們家以前是擺夜市 我們在這裡拍拖的時候的回憶都在這裡 然後為什麼會選這個夜市來這邊拍 就是因為我想介紹一些 我覺得非常好吃的一些美食 給山上們 對 對 可是要先找到車了 乾媽這車好難找喔 太扯了啦 啊 找到車尾了 而且我有戴帽子 可是我忘了放在車上 沒戴出來 我超狼狽的 我幫他走大概五分鐘左右才到夜市吧 那間其實它的車是 超級好吃的 沒有看到嗎 這一間店真的排超重的 而且它因為它是老闆這樣 所以它就是現炸現做的 所以如果你 你如果買五隻的話 你會覺得還好 可是如果你買二十隻的話 後面的人就會一直在旁邊看你 因為如果你全部買完 老闆又要再炸 它的隊伍就越排越長 然後就越來越久 所以 我這次 因為剛好是我弟買 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說 二十隻 它裡面有加一個什麼 它有加壁脊 所以它的那個 旁邊外面是炸的脆脆 然後裡面那個 壁脊要去會酥酥 就是會有脆脆的感覺 然後裡面還有蛋啊 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它的那個魚 因為它賣得很好 我相信它不會是不新鮮的東西 你知道輪有買幾隻嗎 一共 它買了四十隻 你看你聊後面 那個排都必兵耶 老闆還是多少買一隻 老闆想說 因為老闆那個時候說 這邊就是全部了 然後我就直接三隻都拿過來 然後就六隻 因為我們五包五包五包 它其實我完全不是輸出 它就是像那個 很嫩的魚丸 然後裡面有 那個脆脆的壁脊 就很好吃這樣 然後它很小吃 很不知不覺 你就會把一隻吃完 你就覺得喔幹怎麼辦 你還要再吃一隻 然後不知不覺 你就吃了二十隻 我弟有問那個老闆說 他們有去哪裡擺 然後老闆說 他其實有 好像擺其他地方 可是他們都挑很偏遠的地方 因為這樣子的話 才不會那麼多人 他前史都不想看的 欸我跟你講 他有資格可以這樣切欸 很有資格 他可以很切欸 因為它真的是好吃 來了 我們大阪燒到了 我們大阪燒到了 我要六個 六個 然後 不要踩一下 是不是有點要辣 然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北藤粿 然后外面是脆脆的 然后里面是很软的 对 然后很油 然后... 然后一个小轮的 大阪燒 炸雲小丸子 他們為了共通點就是沒有菜 這個是正方形 一個是圓形的 它其實是大鵬小丸子 對 應該可以這樣講 可是它口感是不一樣的 因為這隻炸雲小丸子為什麼好吃 因為它外皮超脆的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它美乃滋變那麼少 因為我抓多一點 可是它是變那麼少 這是我從小開始吃的 通常有記憶啦 我買給我吃的 我從小時候一個人只能吃半塊 到一個人只能吃一塊 到一個人可以吃三塊 一口氣 你把我現在一個人擺力了 它國小不是有人就是 生日會帶光外桶去學校嗎 我那時候夢想是我生日的時候 我要辦一個大阪燒變成一個塔一樣 然後帶去學校 然後請大家一起吃大阪燒 你說大阪燒塔嗎 它跟罐頭塔有什麼事 這是我小時候的夢想 到現在還沒撐著 我覺得 我覺得 如果像高雄 如果逛 逛什麼瑞峰啊 可以來瑞北路的夜市逛 我覺得 是馬路行的 我喜歡逛馬路行的夜市 我不喜歡逛那種 正方行 正方行或是停車場那種夜市 我覺得少那種夜市的感覺 都想要 莫名其妙就可能被車撞到那種刺激的感覺 就是要逛夜市的那種刺激的感覺 一轉身在 自然從哪裡 衝回去那種感覺 它寫公正路跟瑞北路的交叉口 我們現在在中間的地方 反正就是瑞北夜市啦 反正應該是在地高雄人在逛的夜市啦 謝謝 這邊一桶一桶的都是綠豆沙 有奈落的味道 這奈落很強 我們已經吃飽了 但是我們要去買QQ彈 那QQ彈這麼大一個 就是那時候我跟楊拍拖的時候 他是我帶你去吃一個超大的蛋 就是這裡 QQ彈 超大的蛋 這個超好吃的 這間小雞蛋糕超好吃 我以前跟楊都要騎雞車 嗯 就是為了吃這一間 超好吃 雞蛋糕就是一片的 既然都經過了 就買一下吧 買點摩將吃 對是摩將要吃的 不是我買的 應該比較好 你知道為什麼這個夜市會那麼推嗎 因為這個夜市很屌 它吃東西非常多 可是因為我們沒辦法一機拍給大家看 而且 現在很熱才相信 真的是吃不下去 對 高雄的瑞北夜市 對不是瑞峰喔 是瑞北 瑞北夜 它離瑞峰非常的遠 非常遠 它在林亞區這邊吧 大概三個禮拜六 一條就可以把你吃爆 對 有興趣的話可以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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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不要忘了 還有 小鈴鐺 掰掰